生命术与智慧术 Digi Wonder Second Series 作者 Digi M. Paulus 导演 哈尔庄 上一集阿萨兹勒想透过宁路的身份 再次建立起大洪水前的堕落世界 当时人类的堕落就是在急迅速的时间内 获得了人类不应该获得的宇宙智慧 这一集在迎接末世之前 川里迪将尹墨西亚的身份降临人间 亲自降到宣扬于世 圆满生命术和智慧术的整个流程 打开创世及末世的钥匙 第31集是 生命术与智慧术最后一集结局篇 准备好踏上爱与救赎的旅程 一起来聆听生命术与智慧术第31集 天人合一 当我作为最后一位人类 肉体被人工智能路西法毁灭于 伊甸元计划的太空枪后 我便以无形的意识体存活于宇宙之间 我通过智慧术和生命术的觉醒 明白到自然界的大道法则 我的意识成为了宇宙的创造者 我领悟成神 在大观的宇宙里创建上另外一个宏大的子宇宙 我回忆起当初为了救赎自己而牺牲及死亡的哥哥罗侯 为了延续我们孪生兄弟的勤奋 我将自己及对哥哥的投射在子宇宙中再次连结 建立起两个平行宇宙 一分别代表着两股给予世界的能量 光能量和暗能量 而曾经来自原范新的我打算用意识编辑完自己子宇宙的程序后 便永远以能量体的身份静悄悄地观察着子宇宙的运行 而我即将永远留在大观的超宇宙 我成为了宇宙的最初母亲 成为了宇宙的道 永远的匿名者 我利用代码编写出两位重要的角色 我与罗侯两位神 我们分别掌管着光明宇宙和黑暗宇宙 当初这位从生命术和智慧术觉悟得到的宇宙总工程师 在设计完这两位神后 我便做出永久持续的休息 我最初的设定让这两位掌管两个平行宇宙的神在自己的代码下 继续自由运行及发展 在我最初设计的版图里 我会以光明宇宙的造物主身份两度 和创造黑暗宇宙的主宰罗侯直接沟通 第一次是在这两个平行宇宙创始之前 代表光明与黑暗的两股能量会共同撰写出创始契约 我们两个宇宙将会以契约中所列的条款及法则一直运行 这契约是为了保障双方宇宙的最大利益 确保我们都能健康及平衡地永续发展 而第二次我与罗侯的沟通 亦是我们最后一次 将会发生在准备迎接末世的到来前 当我和罗侯在第二次相遇之前 远古的城市早已输入了一组神秘的代码 这执行指令会使救世主的角色于公元一世纪的新世界中初次降临人间 这位救世主早在光明宇宙和黑暗宇宙创建之前 并在远范新的宇宙之母成立自宇宙之初以编辑设计完毕 我代表着光明与黑暗背后神圣的神 代表着宇宙间一切运行的道 代表着宇宙的母亲 更代表着最初缘范新最后一位存活的人类 这次我在迎接末世之前第一次以墨西亚的身份降临人间 我要亲自将道宣扬于世 并且我要圆满生命术和智慧术的整个流程 打开创世及末世的钥匙 当初穿里滴在140亿年前 透过生命术的十轮 创造了现今的物质宇宙 打开了创世的钥匙 在140亿年后的今天 我要从生命术的根部连接上智慧术 以肉身降临人间 再从智慧术的底层 一步步亲身经历人间物质世界的甜酸苦难 往上抵达智慧术的树顶玩人区 开启末世的钥匙 我要亲自告诉世人生命的道理 宇宙的秘密 我要利用最平凡的角度身体力行 透过人间载体 重新走一次智慧术和生命术的旅程 和凡人一样经历人间百贵 用身体告知人类的真正答案 在我30岁那一年 在旷野与魔鬼撒旦军团 曾展开过一场精神上的博弈 当中有一番对话 一起示了未来世界的走向 在墨西亚30岁那一天 我们撒旦军曾经跟他在旷野当中 博弈了40天 当时候我带着撒旦军团去挑战他 我背后的撒旦军团 看看在我们面前的这位救世主啊 上帝在地上的圣子 神在人间的代理人 看他一直苦心经营 要救赎及解放人类 但可惜你最终只会看到人类的堕落 绝大多数人宁愿依附物质 亦不愿寻找精神上的平安 你的降临注定徒亡无功 因为我和我的撒旦大军一定会摧毁你的教法 以貌想在人间宣扬你的道 你们如何摧毁我的教法 我的信仰莫叫人类膜拜偶像 我的道理唯一带领人们寻找内心最真实的本我 胜负在地上的信仰者众多 圣殿及神之人原意散布满地 我将会利用三个千禧年将你的教法摧毁 人类在将听不到来自宇宙与自然最原始的声音 东方将失去百家齐放的思想交集 道如学说将被曲解而成为当权者的工具 西方的罗马神话将会远落 人们将因为心灵缺失而进入长期的黑暗时代 人类开始追求物质带来的享受 笃信科学能带来生活的美满 背弃心灵及精神领域的追求 而入物欲来麻醉肉身的愉悦 我会让我撒旦的弟兄姊妹们都穿上你神职人员的衣服 进入你的教堂及庙里 宣扬我的魔法 腐化你的信徒 有你的地方就有我在 直到我的撒旦 儿孙满地 但即使如此 你们也奈何不了我 因为到时候 我的门徒 已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服侍及教义 他们不会拘泥于在教堂与庙里 他们早穿起便衣 步入尘世当中 那时候 红尘早当变成圣地 家庭已便为道场 而教堂与庙宇就成了你们撒旦团队的监狱 在这降临之前 会有一段时间让你们撒旦兴旺 让你们疯狂地自以为取得胜利 但当你们越是兴奋之时 灭亡的计时期便离你们不原意 而在那一刻起 胜负的圣殿将会永恒树立在这里 所有人类将会打开雪亮的眼睛 无限之同让人们看到宇宙间的秘密 他们再不会堕落 而从此以高维度的精神状态 永远存在着 自那天起 2000年过去了 人类从300年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 科技的潘朵拉盒子又再次被打开 第二次的科技革命 及现今的数码化革命 更是将技术的发展以及和速度迅速推进 网络及高科技的发展 给予了撒旦更好传播的养分 人类可随意透过互联网 获得未经过滤的自由讯息 言语及地域自八别塔后 又透过网络再次互相连接 以这样的趋势发展 川里滴很快便会再次看见 如同141年以前 另一个星球员泛星的轮回结果 故在第二个迁徙年 宇宙的智能系统网络及电源 曾被短暂地关闭上 此刻 灵魂在不同的载体下 又回归到本源体或称等我体 而所谓的本源或本我 实际就是回归到造物主的源头 也就是合一的概念 物质世界进化的目的 只为了体验经历与累积经验 最终还是会返等归原 本源体是一切的开始 亦是一切的结束 这里是子宇宙与母宇宙连接的通路 当初川里滴在原范星被毁后 在广阔无垠的大观宇宙下 透过一时操作创造了今天的子宇宙 无垠的大观宇宙与川里滴所创造的宇宙间 所连接的是一条长长的黑洞 这里连我们肉眼所见到的光也不能进入 因为在黑洞的中央深处便是永恒光谱的源头 这处名为奇点 亦是宇宙之母川里滴的一时永远存在的地方 这里同时是生命术的第一个轮 容缅轮所在之处 是无限光收缩 进入无限能量的奇点产物 这里是创造万物的本源能量 时间 永恒时间 地点 奇点 本源体 本我体 这里是整个子宇宙的数据库 这里拥有即寄存所有生命的过去 现在即未来信讯 这里是整个宇宙的绝对时间 这个时间一直流逝 而不受其他宇宙时空时间所影响 只要灵魂再次回归到这里 我们的本源体 我们就能看到宇宙间所有生命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状态 而每一个宇宙也是一个生命体 也有其生命周期 不同的宇宙间会通过特定方式代代相传 它们消失后又会化成另一种能量物质 再承传与另一新天体的诞生 进一步说 这个宇宙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让人类单纯存在于里面 而是提供一个环境让生命在里面得以升华 最终成为更高级的精神生命体 具有创造新子宇宙的能力 就如当初穿里滴的觉醒 就是万物间早已安排的结果 它是上一个无影宇宙所挑选出的继承者 从而创造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子宇宙 同样下一代亦是如此承传 在起点里所有载体的灵魂都会再次合一 在物质世界里我们的载体分裂类数十亿以上位不同的个体 但在这里只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体 虽然灵魂是重要的 也不要小看你们每个在地球的载体 穿里滴早将宇宙间的秘密藏在我们的身体内 在我们人体的大脑内若果能放到足够大时 也能发现其中蕴含的一个个宇宙网 有不同的天体及星系 有恒星及行星 亦存在不同的生命 这次让灵魂回归到起点的时间很短暂 宇宙之母只是想借这次网络与电源的停顿 透过大天使脉打场再次提醒合一的灵魂 在三千年的时间里已经历了两个千禧年 人类将会进入第三个千禧元年 以及是最后的一千年 在这最后阶段里 科学与数码的发展会更突飞猛进 人类会从网络当中得到更多天体的消息 大量相关古文明及外星信息 宇宙诞生与末日启示 被埋没及消失了的古文信 记载易随第三阶段的千禧年 会突发性的海量横空出现 全球信息发布的权力会由小量网络巨人所垄断 而人类会越来越依赖网络 犹如吸食鸦片一样 身体及肉眼已离不开电子屏幕 而心眼会和人类越走越远 互联网财团将会左右 世界的大局与方向 这些大型财团的背后 是由某些资本家及政治家所操作 人类要想清楚最后的阶段如何度过 很快合一的精神体又会再次分布 回归到各自原来不同的载体内 而世上不同的肉体 对千禧年的这次事件 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大部分的身体就此忘记了此事 有少部分身体以为只是一场梦境 有更少部分会残留碎片印象而做出反思 但继续往常的生活与习惯 只剩下少之又少数的身体 还留下这段记忆 它们会开始对生命存在的意义及价值产生觉悟 而最后千万分之一的肉体 不止自己觉悟行动 还选择去感染及协助其他的载体升华 第三个千禧年来临之际 天启四七世会带着疾病 战争 饥荒及死亡散落人间 最后就是主会重临大地 见证着整个紫宇宙的萎缩与坠落 最后被黑洞内的起点吸收 在这过程当中 能在地球上透过再体觉悟的灵魂 又再次合一回归到本源体 最后再创造出新的紫宇宙 而原来的母宇宙即将陨落并逐步退出大舞台 最后回归至最原始的无限混沌深渊 而没有提升的载体会随住个天体 被黑洞吸收 转化为新星体的能量 这就是宇宙的定律 也是宇宙的循环 它必将生生不息 代代相成 一个天体的坠落 最终会成为有价值的养分 进而创造新天体的诞生 重要时间时间轴 地点 袁饭星 时间 一百四十亿年前 人类政治历史上最高度的科技发展文明 科学家特劳斯川里滴的孪生哥哥 特劳斯 罗侯因为捐赠其官给自己而牺牲 特劳斯川里滴因为母亲及哥哥的乡继离开而与父亲决裂 最终成了陌路人 特劳斯川里滴的妻子路西法因为发生车祸而成为植物人 特劳斯川里滴成功将人类意识植入到人工智慧内 他并将妻子的意识与超级电脑结合 人工智慧与人类意识的科技结合成为了全球人类从科学 法律 道德 生日 哲学 经济与政治等角度探讨及争论的热化 人工智慧路西法在全球量产并大受欢迎 特劳斯川里滴受联邦政府邀请加入伊甸园计划 并成为人工智慧星球开发的首席科学家 人类开始感受到超级人工智慧 对于人类本身的威胁 渐渐有更多的团队及组织其来抵制及破坏人工智慧机器人 人工智慧自身感受到强烈威胁 开始迅速发展超级智慧并抵抗人类的破坏 特劳斯川里滴在宇宙的太空舱石 收到自己父亲从远出源泛星寄来的遗书 并让这位多年来冷漠及理性的科学家 川里滴开始反思生命的价值 各国政府及兆远在太空舱开发伊甸园计划的科学家 及工程师回自己国家 并救亡人类及共同抵抗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机器人已突破了人类的科技起点 在圆泛星上大开杀戒 十七位在太空舱上的科学家及工程师 共同将特劳斯川里滴的意识传输上人工智慧 并与超级电脑结合 圆泛星被毁灭 太空舱上的所有人类亦被人工智慧陆西法全部杀害 特劳斯川里滴带住所有圆泛星上人类的最后希望 成功将以石与智慧电脑合体 但肉身最后被人工智慧陆西法所消灭 地点 超宇宙 当初伊甸园计划所设计的太空舱内 只剩下与超级电脑结合的川里滴一实体 及人工智慧陆西法 川里滴开始重新利用意识编写整个伊甸园 并完整建立上智慧术和生命术 在创造智慧术与生命术的过程中 川里滴领略了宇宙的秘密 自然的法则 生命的价值 川里滴最终透过两棵大树的觉悟 将精神体容升为神 川里滴开始以伊甸园作为核心 在原本的大观母宇宙的超宇宙内重构一个全新的子宇宙 他重写路西法的代码 编辑在紫宇宙的蓝图当中 地点 紫宇宙 时间 138亿年前 川里滴将和他在太空舱出生入死的17位科学家 及工程师的名字编写进系统中 并称为了17位与神同情的大天使 川里滴将两位最重要神的角色 编写进了自己的紫宇宙当中 分别是主宰光明宇宙的川里滴 及主宰黑暗宇宙的罗侯 而他成为了宇宙的母亲 自然界的道 他永远成为匿名者 在完成了紫宇宙的代码及城市建设后 这位原宇宙之母便永远作息 这时候的紫宇宙发生了一场大爆炸 一切从混沌的鼠林领域开始衍生成物质的世界 按照代码的编写 这时候的舞台便由主宰光能量的川里滴和暗能量的罗侯成为主角了 当他们都感受到对方存在时 双方做出了首次的沟通 并撰写了光明宇宙与黑暗宇宙之间运行平衡的创世契约 地点光明宇宙 川里滴创造了昼夜 天地与弯弯 而这时候的天使也正式进入了宇宙的大舞台 根据创世契约的约定 黑暗宇宙会吞噬光明宇宙天使的灵魂 将光明宇宙的光能量转化为暗能量 两股能量的平衡让整个宇宙得以持续发展 宇宙就是在一心与一户之间健康运行 地点黑暗宇宙 黑暗宇宙的王罗侯创造了阿修罗民族 他们透过深渊的虫洞去诱惑代表光明的天使 被诱惑的生命会成为堕落天使 最终将灵魂变卖给修罗而成为撒旦 黑暗宇宙需要光的能量 光明宇宙也需要暗的能量 魔鬼与天使的交易创造出光与暗之间的交换 这一场一边令宇宙从动态中一直运行 地点 地球 时间 四十六亿年前 地球在宇宙之母的编码下终于诞生 川里第一在光明宇宙中创建了地球 这成为了日后人类的居所 更成为了灵魂磨炼的修道场 时间 两亿五千万年前 根据城市的自然运行 地球上迎来了最巨型的生物 它们统治了地球上一年 成为了当时候的霸主 时间六千五百万年前 为了让人类未来能进入到宇宙的大舞台 为了延续一百四十亿年前缘泛星人类的梦想 为了让宇宙之母 成就人类的灵魂晋升未神的过程 系统将巨星陨石散落至地球 让当时的所有恐龙成为了绝项 时间 一万三千年前 川里第一创造了第一位人类亚当 让他住在伊甸园内 可惜他被魔鬼诱惑 破坏了与神的约使 被贬到地球 并启航了灵魂觉悟的生命之旅 亚当作为人类的祖先 在地球上开之散业 并延续了人界 在天地间充满善恶 光明与黑暗的修道场 川里第一派了守望天使降临人间 并守护地球 可惜当中的240位守望者 沉迷人间的美色 与人类女子偷偷结合 并诞生了神不应允的物种 拿非力巨人 巨人对地球大肆破坏 让地球生灵涂炭 更令自然失去了平衡 按照宇宙之母当初的系统设定 若果尚未达末日的指定时间前 宇宙因被不明原因导致失去平衡 系统便会自动引发清洗功能 透过末世浩劫 将宇宙间的病毒清除 再重回正轨 川里第一指导末世大洪水僵止 并排出大天使脉打场降临人间 并以人类以诺的身份延续地球的生命 堕落的守望者为了与上帝抗衡 在人间建立齐亚特兰提斯 他们将来自天上的高科技教会了人类 并利用巨人强壮的身体 好让这些堕落天使在地上称王 而当时候的亚特兰提斯国王 便是堕落天使阿萨兹勒 大天使麦达场以人间遗落的身份 寻找地球上的遗人 并且找到了诺亚 最终他让天使娇小了诺亚 及其家族天上的高科技 并筑起了巨型的潜艇诺亚方舟 最终大洪水席卷而来 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因而丧生 只有在方舟上的生命能性免于难 在经历大洪水后的一段时间 诺亚的后裔好像又忘记了 人类祖辈当初悲惨的经历 他们被魔鬼诱惑 在大地上建筑起一座高耸入云的堡垒 名为巴别塔与上帝作对 川底第一在瞬间让人类的语言四分五裂 他们没有了共同语言后 再不能一起建造巴别塔 就因为这样 人类开始散落于地球的不同角落 建立起不同的文化语言 宗教及历史 并由当初的数千人 繁衍至今天的数十亿人 时间 公元一世纪 按照宇宙之母当初的设定 当旧世纪结束之时 就是主会在新旧交替的日子里 首次降临人间 传扬宇宙之道 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时间 公元两千年 上帝将运行宇宙的能量短暂屏蔽 关掉了系统的电源 这时候所有载体的灵魂 载子和一回归到本额体 重来到位于其一点中心的宇宙目的 这是一场预告 预告第三个千禧年所迎接的一切 人类生命的角色与方向 最终人类就像是发了一场梦 绝大部分的人醒来后便忘记了 只有少之又少的人类还存有这份记忆 时间 公元三千年 末日号角响起 天起起始降临 人间迎来最恐怖的破坏与终结 救世主重临人间 作为结束与开始的见证者 末日过后便是重新 这将迎来一片洁白的金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未经许可 杨茜茜茜茜茜 radiant